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我们Made Journey高级教程第九期 好 我们的教程就是这么的随意 我们在更新了五期Stable Diffusion的教程之后 我们再返回来更新一下Made Journey的教程 这是我们Made Journey从入门到精通的教程的第九期 那为什么突然要更新一下这个Made Journey的教程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我们确实很久没有更新这个Made Journey教程了 我们可以看到据上一次更新已经是13天前了 也就是将近两个星期没有更新了 但是毕竟这个Made Journey也被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所以我们也不能太冷落它 第二就是Made Journey这两天出了一个新功能 也就是这个Describe的命令 相信用Made Journey的小伙伴已经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毕竟国内有很多的UP主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更新了一些视频 那么我们也算是后知后觉吧 我们虽然错过了第一时间的更新 但是我们该讲的还是要讲到的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下 Made Journey最新更新的Describe命令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也不用汇报战况了 直接开始今天的教程 我们为此还新建了一个服务器 就叫这个Describe 然后我们打算在这里呢 给这个Describe来一个魔鬼测试 保证跟大家看到的网上的所有的测试都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这个教程的特色 不走寻常路 好 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呢 先来简单的演示一下这个Describe命令的用法 其实这个命令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输入框中输入斜杠 然后this 然后它就会出来这个Describe的命令 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 在我们回车之后呢 它就在这个输入框的上方 弹出了一个上传图片的按钮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上传图片啊 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图片啊 我决定呢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啊 我还是现场去这个MadeRenee的社区 然后随机的拿一张图片过来测试一下 好 我们先来到MadeRenee官方社区啊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觉得这张图片不错啊 我们先把这张图片保存下来 这里呢我就直接用我们的截图快捷键了啊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直接点击放大 然后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都可以 我这里直接用这个截图 把这张图片截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太高的分辨率 然后把这张图片保存一下 好 这张图片就已经保存到我们本地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这个图片的原生描述也复制一下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好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准备工作 我们回到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先把刚才复制的这段原生的描述先粘贴过来 然后发送一下 作为一个备份 好 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个Describe命令 然后把我们刚才这张图片上传上去 我们还是斜杠 然后DE 然后回车 好 在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按钮 我们来找到刚刚这张图片 然后双击它上传一下 好 那么到这里啊 我们的Describe命令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回车来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看到很快啊 这个Made Journey的机器人 就被我们返回了四条他认为的这个图片的描述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先不看它的翻译 我先说一下这个Made Journey给出我的四条描述之后 给我的第一感觉 我第一眼看到他给出我四条描述之后呢 和我们这条原生的描述对比一下 明显的感觉到这四条描述 要比原生的描述更加的详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四条描述 和我们的原生描述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还是复制一下这四条描述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谷歌翻译 我们粘贴一下 好 我们把原生描述也粘贴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面的这个1234 是这个Made Journey给到我们的四条描述 然后下面的这个是它的原生描述 通过对比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原生描述里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脸的 只是提到了它是一副极简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画 但是我们所有通过Describe命令获取到的描述呢 都提到了女性的面部 这完全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个Made Journey的Describe命令 确确实实是通过读取图片内的内容 而给到的这个描述 而不是通过它已生成的这些数据库 去把它生成的图片与它之前的描述 做了一个对应给到我们描述 说明这个Describe命令还是对这个图片做了一些分析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获取了四条描述之后呢 在下方呢分别有1234这么四个按钮 我们可以通过分别点击这四个按钮 来把它对应的这些描述作为提示词 再次提交给Made Journey 让Made Journey根据这些提示词来为我们作画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我们把这四个按钮分别点击一下看一下 好 我现在点击一下第一个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问你是否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描述 我们现在先不修改 我们直接提交就好了 然后我们第二条也是一样 好 第三条 好 第四条 好 图片已经生成完毕了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第一条描述生成的图片 可能这个风格还是不太像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这个是第二条描述生成的 这个风格与我们原图也有一些差异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第三次生成的 这个相对来说好很多 尤其是第三章 但是这个红色的占比给人感觉比较高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组 第四组的风格完全就是跟我们的原图不太一样了 好 通过这次对比看下来 我个人感觉这个第三组的图片 跟我们的原风格是最像的 但是它这个红色的占比确实有点高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描述中 有这个Red的关键词 如果大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对某一组图片的描述比较中意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对这个描述去做一些修改 比如我现在觉得这个红色占比高 我就可以把这个Red去掉 或者给一个比较小的权重 这样的话可能会生成更符合我们心理预期的图片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Describe命令的用法 好 接下来呢 在我们了解了这个Describe命令的用法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做一些魔鬼的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scribe命令到底有多强大 然后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好 首先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 也就是这个风格测试 相信关注我的粉丝呢 都知道这个网站 这个MadeLibrary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给出了我们很多图片的不同风格 我们这个测试也很简单 我们随便在这个网站找两组图片 然后用Describe命令来提交给MadeJerny 只要MadeJerny在给出我们的描述词中 出现了这个相应风格的关键词 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理解为 这个Describe命令确实理解了我们这个图片的相应风格 好 我们来随便找一个就这个风格吧 这个风格叫Aphrofot 我也不知道了 我们先点击来看一下 好 我们就选这个第一张图片吧 我们还是先用这个截图把它截下来 然后把它保存到本地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图片用Describe命令提交给MadeJerny 只要这个MadeJerny在Describe命令返回的结果中 给到了我们这个风格相应的单词 我们就认为Describe命令这次挑战成功 好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我们还是输入这个杠 然后DE 然后回车 然后我们还是点击一下上传图片 我们把刚刚截图的这张图片上传上去 好 然后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 现在它的描述已经出来了 我们先来复制一下这个描述 然后还是粘贴到我们的翻译里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描述风格的关键词复制一下 我们用这个网页搜索功能 Ctrl加F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 好 很遗憾啊 这个风格关键词没有在它给到的这个描述里出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有这个单词的话 我们在这里搜索的话 这个浏览器会给我们一个高亮的提示啊 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没有必要去一定包含这个风格的单词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风格的单词不在这个没章的数据库里 所以自然呢 它也就不会给出我们这个风格的单词 好 那我们来再试一次啊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made library的网站 然后我们这次来找一个更特别的风格吧 比如说这个askart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还是一样的规则啊 它只要出现这个我们风格化的单词 就算这个made drawing挑战成功啊 我们还是复制一个它给到图片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张 我们还是先把这张图片解下来 好 我们上传看一下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是复制看一下 有没有相关的关键词啊 我们还是复制到这个谷歌翻译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风格的关键词 然后我们来查找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次我们通过describe命令获取的描述中 这个第三条和第四条都明确的提到了 它这个风格的关键词 说明我们这次给到的风格 没得让你是可以识别的 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第三个描述 让它做一下图看一下效果 我们还是点击下面的3 然后点击提交 好 对了 这里说一下啊 我这里所有的做图都是用的这个V5模型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啊 我们放大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啊 我们用这个第三条描述跑出来的这个风格 基本上跟我们提交的这个图片的风格是差不多的 可能这个图片的密集程度和这个背景稍微有点区别啊 但是这个风格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好 那我们这个风格挑战就先到这里啊 在这个挑战中呢 describe命令一剩一半啊 其实还是很强的 因为我们这个实际上属于大海捞针了 Made Journey要在它海量的数据库中识别到我们给出的风格 这个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而且我最后再声明一遍啊 我们这个测试只是作为一个风格识别的参考 但即使这个describe命令识别不出来我们给出的风格 也不一定会影响它最后给到我们的命令 我们用这条命令去作画的效果 那么我们这个风格测试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大家也可以想到啊 就是我们在看到一些我们喜欢风格的图片的时候 又不知道这个风格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片用describe的方式来提交给Made Journey 让Made Journey来为我们描述这张图片 有一定的几率是Made Journey可以成功的抓取到我们这张图片相应的风格 这对我们接着去利用这个风格进行一些创作会非常的有用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describe魔鬼测试第二关 也就是这个文字测试 这个说实话对Made Journey而言确确实实是地域级的测试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Made Journey对一些文字的识别是非常差的 甚至我们想让Made Journey为我们设计一些简单字母的logo Made Journey很多时候的设计也会翻车 那么既然这个describe命令上线了 我们就提交几张我们已有logo的图片给Made Journey 我们来看一下Made Journey是否能通过这个describe命令 来读取到我们图片中的字母或者汉字 这样呢我们在logo设计上可以对Made Journey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上传我们的第一张图片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绿色的X的图片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logo啊 我们就把这张图片提交给Made Journey 看它能不能识别到这是一个X的logo 同时呢我们再来用它返回给我们的提示词再次做图 我们看一下跟我们提交给它的圆图片差距有多大 好 现在我们来提交看一下 好 兄弟们实在是剪不完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前面剪了个稀碎 然后后面其实还有很长一部分没有剪啊 但是我这个内容已经录完了 然后呢我还要留出这个做字幕和后期的时间 所以呢我还是决定分这个上下集来发布 好 那么我们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 好